属灵星堂之我还年轻 不可叫人小看年轻 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 在教会不明会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信徒 他们总爱找人的缺点加以指责 看见不顺眼的事总爱批判 只因为他们是老信徒 但是我们的上帝并不是看外表 看信主年龄的神 而是一个注重内心 注重我们是否敬畏他 有没有尊他为圣的神 神也看重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美好的见证 无论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长 都要保持着刚信主的热心、爱心和追求的心 这股热情一旦减退了 也意识着我们渐渐的已离主远了 只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 都做信主的榜样 无论身份、地位、年龄 都是上帝喜悦的 这也是我们的本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时时保守着我的心思意念 不要让世俗的观念改变我对你的认识 让我的生命能够见证你的伟大和你的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